各位麦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欢迎学习HMAR5绘图 那我们继续学习Arc2 Arc是绘制一个圆 绘制一个圆以及圆的一部分 Arc2是画质两条切线上的一段弧 那什么圆理呢 那么画图给大家也试一下 好我们启动画图 它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先把路径移到这个点 移到这个点 从这个点到另外一个点画条线 到这个点画了条线 然后再来一个点 这个点 也就是拿三个点来确定一个弧度 那这个弧怎么画的呢 这个弧是他俩的切线 这样画一个弧 好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用法 好复制一下我们的index07 copy 这呢复制我们叫index08 双击打开 那么在前置路径的中间 我们进行什么呢 画图 我们还是画一条线 这个工具不是太好用 我们首先ctx.mu2 我们放到x的160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调用ctx.ac2 我们大概这样啊 比如说这个是160 这个点呢我们给上200 也260吧 这个给上260 150 给上这样三个点 那第一个点呢 我是1到这个点 然后act2呢 指定两个点 260和260 150 好那接下来指定一个 260 260 150 这四个做四个编辑其实就两个点 好我们运行看一下这个结果 有问题 好这都多了两个多了一个逗号 好再运行次 还是有问题 啊这地方这少了一个参数啊 这是我们确定三个点 三个点确定一个弧 还有这个弧的半斤是多少呢 这个弧的半斤是多少 还得再确定出来 所以我们这给上一个半斤是随便给吧 2030都行 20 好我们再运行一下 刷新 给大点 上一个60 就是这一个点 这一个点 这两条线 两条线中间画个画个弧 这样来完成的 这是我们的 ARC 那比如说我把这个给 合适 给上一个300 再来一次 给一个大的加角的话是一百三百 给上一个180 再试试 就是这样一条线 就这样一条线 就这样一条线 我这不是一条线 这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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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点来确定一条弧度 首先呢 我们一般用是mode2 先把点移到这来 第二点是 然后是ARC2 ARC2的话要填两个点 这个点和这个点 四个 四个参数 还要给一个 这个弧度的半斤是多少 还要给一个弧度的半斤是多少 所以这个用法呢 还是比较比较简单的 那刚才我这少 少写了一个参数啊 好 这些ARC2的用法 我们就讲到这里